中央电视台 右边是孙可 好的 给过来 好机会过去了 突破他 我们现在对手呢 在中前场逼得很凶 但是在一旦突破中场到防线的话 我们在封线 或者陈锋线是有机会的 好的 吴磊 这球给的稍微大了一点 质量不错 投球 人队当中还是形成了乱战 赵铃的赵铃声 这个球回传的 给这种半高球门将是很为难的 维拉万这一下球一反弹不好听 这次是荣昊开到后点 点不错 哎呀 还是偏了 张林鹏 拿着以后往前走 给他稍微晚了一点啊 吴磊 没有约位这个球 敲回来给孙可 孙可现在又回到右路 刘静也直接投球 后点 后点 投球 顶在了中路 这是高林的投球空门 吴磊 可以打了 来了一较低平球 过度回来 这个球对方明显 所以对中国队来说 进攻的空档应该是更大的 机会抗球 六十五雷 六十五雷 一皮 高林黄波门都有一脚啊 看看中国队队这脚扔一球 大门 差了一点点 差一点 打过来 吴磊 速度 吴磊 看他们能进去 有机会了 打门 哎呀 太可惜了 太追求角度了 这个球 下来 没有约位 哎呀 这个球 我往前给呀 分的慢了点 杠林斜传 不过这球呢 在包招的时候 张细哲身前有对方防守权 他视线还是受到一点阻挡 这球不太容易接 我们再看 这球无垒传球的方向 选择再向前一些的话 会更好 机会又来了 张细哲晒晒得不错 无垒苏多 看来能不能一对一 对方的中后位还是强过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还有还有中可 继续包招 中路的机会 打了 被打了 再来一次 分给高林 张细哲即时往里插 挑过来 机会 刘建业 机会来了 哎呀 这球 这个球才 判了点球 给了门球 张希哲的传球 很到位 很到位 这个球其实是踢到了刘建业 再看啊 看这门球是一个踢到刘建业 这球严格来说应该是一个点球 把张希哲一标利用起来 把张希哲三球 差点乌鲁 下场比赛 伤体股时三分钟 投球 点在屁柱上 刘建的投球 门将应该还是拖了一下 张希哲的定位球 应该早点把张希哲换上来 下半场比赛 张希哲登场之后 确实是中国队这整个 由颓势啊 变成了攻势不断 对 这个中场 其实就是中场的一个换人 或者是整个中场的一个调整 对 比赛最后 看着确实咱们有点紧张 是 像来自澳大利亚的主菜饭 彼得格林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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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